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教你如何挑選本命電鑽 說到電鑽其實全世界的品牌跟種類都非常的多種 那一開始你要如何去挑選你喜歡的品牌 跟你喜歡的電鑽種類 一切就要從你的工種跟你的生活習慣去選擇跟購買 其實這一切的分類都非常的簡單 大家可以按照我們的步驟去分類就好 什麼叫做起直機呢 來十字起直給我 其實起直機就是從這個東西發明出來的 它這個起直 它會往右邊轉或往左邊轉 也就是說有一個機器的馬達代替了你的手腕去幫你轉 不過如果你今天你只是要做簡單的拆卸 或者是你做一些簡單的小旋轉 這是目前我在業界裡面看過 扭力計剛好 又非常適用 又有USB的 它還可以拿來 弄它旋轉 那通常這種起直機呢 它上面都是用六角頭的 所以六角頭你就是用快速這種拆窗的方式 好比如說像這樣 拆起來 插一下 好啦那第一種類型大家知道的時候呢 第二種頭的類型叫做三爪夾頭 什麼叫做三爪夾頭呢 就是它的前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東西叫做齒弧箱 好那三角剛好在轉的時候會這樣子 電鑽它通常只具備了一種旋轉的方式 那它通常就比較適合用在一些比較軟的木頭 或者是需要一些比較小力去突破的小工件上面 但是這個東西又不能南瓜大象 好比說單純的電鑽能不能來裝木頭 可以啊 但是你也可以說不可以 為什麼呢 你如果拿去鑽一些比較軟的 像是五金箭材的軟木頭 那當然可以啊 你有一種是鑽舉木看看 你就會裝不下去 那第二種呢 叫做震動電鑽 那製作震動電鑽跟電鑽有什麼樣的差別 有震動 就是有震動 它能夠靠著震動去撞擊 那些泥土 或者是混泥土 一些比較軟質的東西 今天你有一台震動電鑽 它就其實可以去做電鑽能夠做的事 但它同時就能夠靠著震動 去攻擊一些家裡的混泥土 其實在我的心目中 震動電鑽它就是歸類在正中間 它同時具備有潛質機的功能 它同時也有一些垂鑽能夠去垂的混泥土 只能做垂膠下油在這強調 那當你知道第二種衝擊電鑽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第三個問題 垂鑽 垂鑽就是你通常看到人家去供一些 地板 要紙巾 或者是要把一些牙條 插到你的混泥土裡面灌紙巾膠 或者是你今天你在裝一些 冷氣孔 其實垂鑽是鑽水泥裡面最專門 最好用 其實這一切非常簡單 首先在你面前看到這麼多的機器 基本上它只能夠分為兩大類 像這樣 所以它只分為這兩個大類 那中間它呢 它是一個劍底 它其實是看起來很像電鑽 不過它也是個熱風槍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手邊 其實它就全部歸類成叫做震動電鑽 那我的左手邊呢 它其實就是槍擊起直 那這兩個類型 大家看看它的頭部 有沒有就像我們一開始講的一樣 它的頭部有明顯的區分 所以大家就可以依照這兩個頭的類型 去選擇你的鑽尾 跟你的鑽頭 其實在我的心目中 震動電鑽就像是一個 UFC的格鬥選手一樣 就是 一種格鬥 它各種方式跟各種招式都會混合在一起使用 那如果你家裡只想買一台的話 基本上 就是從震動電鑽開始選擇 基於以上種種呢 考慮到第一集 大家可能會用在DIY的購買上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震動式的電鑽 來跟大家做第一集的教學 那我們就真正進入主題吧 好的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 米歐奇的震動電鑽 在你認識所有的震動電鑽之前 你要先看得懂三個符號 就是這三個 鐵錘 然後跟螺絲 還有鑽尾 這三個圖案 那其實到現在後面的機子 他們很多改成 就是只有鐵錘跟鑽尾 這兩個圖案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異呢 因為 其實錘鑽 跟你要鑽動這兩個東西的扭力是固定的 唯獨就是你在鎖螺絲的時候 它上面會有一個扭力值讓你調整 好所以這些扭力值的調整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跟在什麼樣的情形使用呢 好來木板 我們用木板示範給大家看 好在開始操作之前 我先教大家一些初學者的小朋友們 你怎麼樣去控制 這個夾頭 首先你就可以先把它打開 開到一個差不多的大小 放進去 放到中間 然後這樣子鑽鑽鑽鑽 把它鑽起來 弄一下 鑽緊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夾十字的夾頭呢 你就可以去按照你想要的扭力值 然後去用 就讓我們用最弱的就好了 是不是非常輕鬆 好那如果今天你要鑽一些比較厚的木板 你要挖出一個大大的圓洞 你可以使用像薑子的工具 這個圓屑鑽 那你只要把它裝起來 好像薑子 那我們現在來鑽囉 往下 定規針之後 像這個水泥槍 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你要鑽的時候呢 你就把它調整 調到鐵鑽的圖案 對著你要鑽的地方 有沒有 是不是非常輕鬆呢 鑽鐵的時候呢 我們要記得把它調整成這個鑽圍的圖案 好那我們就開始鑽囉 另外一個機器其實它非常的好分類 我們可以用非常簡單的 先把它中間劃分成 M12跟M18 通常M18其實就是專門機 而這兩台M12的機器呢 就是一般你在家裡面可以居家使用的 好那說到M12這兩個機器呢 它插在哪邊呢 好所以你們看到後面有兩個單字 怎麼唸呢 Fill brushes 對就是插在這兩個 那我的右手的這一支呢 它其實是無刷的機器 我的左手這一支 它是有刷的機器 那有刷跟無刷插在哪邊呢 就是有碳刷跟沒碳刷 那這兩台機器除了扭力跟力量上面還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有刷的機器呢 它比較不適合在有粉塵的地方 因為在有刷的機器 它在啟動的時候 它會產生火花 它會有一個火花在裡面 所以在有一些你需要無火花的工作環境上 其實是比較不適合用的 好那所以這支呢 它的好處就是 它非常的便宜 它能夠再用居家的 比如說一般的木頭啊 一般的一些簡單的使用 都可以已經 非常夠用了 如果一般居家 不過呢 記得它不能拿來鑽喇叭索 如果今天你家有個厲害的老輩 它會自己裝喇叭索 你要記得說 它是沒有辦法去裝喇叭索的 這是我要再次強調 它不行 不過呢 它可以 如果今天你是會用一些 簡單輕型的水電工 或者是 你在一般居家的裡面 你想要比 一般的 老輩 還要變成更厲害的老輩的話 你可以選這支 它能夠操作的事情 它都能夠操作 但是它又比它再更短 又更輕巧 所以它其實是在業界裡面 全部裡面 能夠裝喇叭索 最輕的 然後 力量最大的 那所以回到中心 這個機器呢 它能夠產生多大的牛輪呢 38牛頓 那所以當你今天你要施作清型水工的時候呢 你需要多少的牛頓呢 基本上就是44牛頓 所謂的一牛頓呢 就是將1000公克的東西 往前推動一公尺 每平方秒 所需要的力 它稱為叫一牛頓 講完居家型之後呢 跟大家介紹兩個 專業型 這兩個上面呢 都寫了Brush 然後右邊這台呢 上面寫了Fuel 這兩個機器它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呢 就是 一個是機械式 跟一個叫做電子式 這台機器呢 它除了智能控制之外 它的銅線也比較多 所以 可以導致它的馬達散熱能夠比較快 左邊這個傳統式呢 就是它在傳統式的齒輪箱 它們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到它們的極限點 它們就一直 一直跳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藉著操作之前一定要戴上手套 我們為了示範給大家看 不然其實正常來說 這個是玩上機器的 好有沒有看到 我們當我現在如果把它抓到最緊的時候 它打到它扭力值最大值 你會聽到這個聲音 這台機器呢 如果你建議把它打到底 它會像這樣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這兩台機器它在實地操作上的差別 跟我為什麼會喜歡它的功能差在哪邊 首先它的燈光 有沒有看到 這個燈光呢 它右邊的這個燈光 它是有加凸透鏡 它現在的燈是從下往上照 而且它是廣式的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的手不會擋到 跟你的槍頭 它也不會擋到 你要操作弓箭地方的位置 那它這兩個呢 跟它們前面兩個機器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首先就是扭力值 這台的扭力值呢 它能夠到60牛頓 它跟它們之前前兩個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 它能夠去操作一些硬木頭 它比如說矩木啊 或者是一些鐵路矩那種鐵木啊 還是一些 WebH 就是那種比較硬直的木頭 它都能夠靠這台去完成它 我們在一開始講的時候 這台是38牛頓 而到這台它已經到了60牛頓 而到了這一台呢 各位觀眾朋友 它的扭力值總共是130 它的扭力值總共是135 所以 其實這台也是我現在最常用的一台 而它也是經過我精挑細選之後 體積 重量 跟 扭力值 最好用 最大 最方便 我們是一個公眾公開的頻道 我當我沒有用 一樣是我自己 然後去測試全部的機器之前 我們不太會 替 每一個品牌講 就說它是什麼 最強最強 最強還有更強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操作這些工具要需要 注意什麼事 首先一開始 如果你今天也是在鑽水泥牆的時候 請記得戴上耳罩 因為尤其是在浴室裡面 那回音非常的大 它會非常傷害你的 耳朵 然後再來呢 所有在使用電鑽跟操作工具的時候 請記得戴上防護面罩 防護眼鏡 防護護目鏡 好然後一樣呢 就戴上你的手套 請記得在操作旋轉物體的時候 都不要去戴銀紗的手套 因為它可能會捲入 OK 至於這樣的機器要怎麼樣保養呢 請記得你的專尾要記得上游 然後呢 用一些黏性比較黏的 牛油類的東西 然後去保養你的頭部 保養頭部 然後在使用結束的時候 你都可以使用Compressor 就是來去清理一下你裡面的灰塵 尤其是無刷的機器喔 它非常害怕水泥的碎屑 還有一些鐵屑 卡到裡面去 你這樣卡進去的時候 因為它們的齒輪都非常的密合 密合到 不能公差到好幾米米以上 那你就會損害到你的機質本身 最後跟大家破解一個網路迷思 就是網路騙子真的是也夠多 通常大家在操作電鑽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示範說 你看我們家電鑽多有力 然後別人的電鑽怎麼樣 你知道最大的差異在哪裡嗎 除了機質的扭力之外 另一個重點就是 磚尾 很多人都會把 自己的機器配上非常好的磚尾 把別人的機器配上非常爛的磚尾 然後感覺好像人家的機器非常有力一樣 其實磚尾這個是一個專門磚科 那有機會會給大家好好介紹磚尾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想要看一個真的是公平公正的頻道 看我們就對了 好如果你對於震動電鑽 還是對於任何品牌的機器 有什麼樣的問題都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都會一一幫你們解答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跟分享我們的影片 讓我們之後繼續拍下去 拍更好的影片給大家 以上是超人生少年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骨 有沒有 歡迎大家到那個雅麥約系 去跟他們買這支 然後再到財神五金行 去跟他買這支 然後加在一起 你就可以變成 舞台上最快速、最簡約、最帥氣的換選手囉 歡迎找基安老師示範 我們剛剛想了很久 如果把今天全部的品牌、全部工具介紹完 我們今天大概會拍到五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用一種 公平、公正、公開 來決定 來,親愛的工具大神 我們今天來介紹 Panazone的工具好不好 得尾的好不好呢 你… 他吉他吉好不好 啦 馬吉打的好不好 怎麼打出去 那我們來介紹 民王 ??? 好不好呢 SP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